来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RDD的创建方式 咱们课件当中给大家去说了 咱们这个RDD的这个创建方式 其实他这样说了是有什么呢 有三种的 第一个从集合中创建 第二个从外部的存储就是文件中创建 第三个从其他RDD中创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就告诉你 咱们的数据的模型是为了要对数据做处理 连数据在哪都不知道那不行啊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把这个去掉 咱们就给大家讲讲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咱们叫02 然后呢我们就叫RDD 然后呢我接下来写上它 我们要什么呢 从memory 从内存中把数据给我读过来做处理 所以我们点击OK 点击OK以后 把这个东西我们给它去掉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我们也都去掉 咱们注释咱们就全去掉 去掉以后把它也去掉 接下来我们想它干嘛呢 突突我们叫构建RDD数据处理模型 你把数据处理模型给我构建出来 那你然后做后续的操作就完成了 但是我们这里需要说一下 你构建数据处理模型的话 我们需要有个什么操作呢 叫对接数据源 对接数据源 什么叫做对接数据源呢 你得把什么样的数据桌处理 你得告诉我一声 我这就需要做这个操作 那好了 那我就先准备一下吧 干嘛呢 我们叫Ares 点一下 Ares点 我们写上它 咱们就叫张三 然后呢 我们的李四 咱们这就写个李四 然后在这我们就写上一个王五 点一下 VR回车 回车以后 这个就是咱们的内存的集合 内存的集合就是一个我们的什么 张三李四王五的名称 所以对接我们的什么呢 咱们叫内存数据源 那你怎么就能够把它当成数据的来源 对它做处理呢 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环境对象 所以呢 咱们说一下 咱们在前面叫利用咱们的环境对象 来对接内存数据源 然后构建咱们RDD咱们的对象就可以了 为什么你要把环境拿到 因为我需要通过它来对接咱们的集合 你不能自己写啊 说我自己构建个模型 然后呢把这个集合放进去 没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我需要来做这个事情 咱们叫GSC 咱们点一下 点完了以后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可以对接数据源 叫Parlalize 就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可以将内存中的数据当成数据源 所以大家看一下 咱们Ctrl P提示一下 它会干嘛呢 是不是要求你传个集合呀 对吧 它要求你传个集合 那咱们就是个集合呀 所以说你把它你放过来 这个是环境 这个是数据 通过这个方法给它对接成功 对接成功之后 它返回的VAR回车 回车以后 大家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就是Java的RDD 它就是个数据模型 所以说你把它拿过来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模型我就构建出来了 那你模型构建出来了以后 你怎么用这个模型啊 我说过了RDD封装了很多的方法 所以咱们往前看 咱们的RDD呢 它会什么呢 封装很多的这个方法 它会有大量的方法 所以大家看一下咱们的RDD 咱们点一下 你会发现它的方法非常的多 你看这么多方法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呢 我们这个就得一点一点给大家讲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讲 咱们先能把它跑起来 所以RDD其中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Collect 叫采集 叫收集 我就把我们RDD模型的数据 给我收集起来 那么你收集起来以后 咱们点一下 咱们叫VR回车 你会发现它收集以后就还是个集合 当然了 你什么都没做嘛 你把这个内存中集合的数据形成了个模型 然后呢 把这个模型中的数据给我收集起来 那还是模型啊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那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集合我便利一下了 所以咱们的Collect 点一下 咱们叫ForeEach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给大家讲那个ForeEach 对集合的便利啊 那这个便利当中 我们前面就给大家讲过可以用一种特殊的Lamma的表达式把它写出来 所以呢 我就写上它咱们叫做打印 你会发现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就这么写 这样写就可以把集合当中的数据给它打印出来啊 好了那我现在呢我们去执行一下咱们来看一看啊 好运行 我们什么都没做 咱们这个模型建立完了以后 什么都没做 那就只是把它采集过来 打印在控制台上 所以咱们来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 张三李四王五就出来了 咱们就是把数据源当中的数据一个一个拿到 拿到以后形成数据模型 再给它采集过来 再打印在控制台上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RDD的操作 反正我们的目的是先构建出来 构建的没问题了 咱们再说其他的就可以啊 好了朋友们 这个呢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利用环境对象来对接集合中的数据 来做处理的一个RDD的对象 那这里我们停一下